屬成的朋友 今年有一顆吉星叫逆馬星 但只有一顆吉星 其他沒甚麼吉星 但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利用逆馬星便會好好 如果你做一些關於經常到處走 坐不定的工作 今年叫逆馬大財 周圍走容易賺到錢 本身不差的本身 第二件事 逆馬大財 如果是男性更有好處 為何容易有異地姻緣 逆馬最好是做一些中港兩地周圍走的司機 或是乘飛 空姐 或是大團 或是不要坐在家裡的工作 或是不要坐在寫字台的工作 如果你做銷售 或是存銷的話 今年記住勤力點 多點出街叫客 今年的成績是不足的本身 至於空星方面 有一顆叫天狗星 天狗星是代表甚麼事 就是很多人不值得 你今年到處走容易賺到錢 天狗是代表無端白市便有人廢你 不知為何人不值得在後面說 做甚麼事 是否好等錢花 或是做甚麼事 掛賺錢 或是拆棄之類 你當它沒有到的 你只要當它聽不到這些說話便可以 因為天狗星的威力不太 為何風水更好呢 今年要小心一點 不要躺在全家裡的東南方 因為今年的東南方 屬蛇的朋友 如果再躺在東南方屋 今年容易多病痛 記住在屬蛇的朋友 今年東南方的地方 全家屋最好放一塊銅片 然後在那間房裡 如果不然 不要躺在東南方 在東南方放一塊銅片 最好放一些上面的音樓盒 如果病的話 開音樓盒的話 今年會化解財多新藥的特性